這個戴Cat帽有鬍鬚的男人 懷疑就是星期四被警方抓了 涉及一宗男童志迷加命案的28歲姓歐的疑犯 他英文名叫Ken 我們拿到一張傳單大字標題寫明 偷錢加無套戰客出沒請廣傳 傳單又說他長得多好看高高瘦瘦 背個大書包 會在社交軟件埋手 名就通常只有一個英文字 沒有icon 有消息說他曾經做過名店售貨 現在做廣告業 在童志圈內各地臭光 包括迷奸童志 以及在性行為時偷別人的財物 過去幾個星期童志圈社工接獲多人求助 但受害人大多數都不敢報警 估計有幾十人 警方正聯絡其他受害人提供資料